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 媒体和舆论就在关注他们将讨论如何应对中国 美国野兽日报12号已 由于七国集团领导人与拜登就中国问题发生争执 房间里的互联网据称被中断媒体报道称 在是否应明确指责中国的问题上 G7领导人之间存在严重分歧 会议期间的分歧一度让话题变得十分敏感 以至于房间内所有互联网都被中断 一些分歧让欧洲国家与美国英国加拿大对立起来 这三个国家敦促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做法 另外在反复预告之后 当地时间12号 七国集团领导人启动了一项 帮助较贫囤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的计划 提供所谓价值驱动高标准透明的伙伴关系 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对于美国和西方如此大动干戈 有网友表示 这个计划的目标不是为了建设 而是还击 这就是为什么G7将会失败的原因 还有网友讽刺说 搞笑 中国已经遥遥领先了 过去他们让非洲自生自灭 悲惨地走向灭亡 现在中国做得很好了 他们又想回来 G7真无耻 6月11号至13号 在英国举行的G7峰会 是拜登作为美国总统的首次海外出访行程 舆论普遍认为 拜登此访只在修复过去四年严重受损的美欧关系 不过 伤过心的欧洲对美国疑虑重重 破禁重源并非易事 美国纽约时报指出 尽管拜登着力宣扬美国回归 但欧洲国家领导人无法确定美国前进的方向 他们正密切关注美国国内激烈的政治争论 并注意到特朗普对美国共和党的控制没有减弱 而在G7峰会前 美国总统拜登就频频对外喊话 从所谓新冠病毒溯源到台海问题 目的只有一个试图联合盟友施压中国 对此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发文指出 中国虽然不是G7成员国 但在这次G7峰会上 中国的存在显得十分重要 主导着整个峰会议程 报道认为 G7中的一些国家 似乎不愿意冒着损害与中国双边关系的风险 与美国结成统一战线 分析指出 在经历了特朗普时代的冲击后 G7的欧洲国家领导人 担心美国的政治钟摆会再次摇动 因此 他们是想看拜登会做些什么 而不是听他说了什么 还想看 我 不用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